我第一个纹身是纹了一个凤凰在我的胸口 每个人第一次纹身都是顾虑最多的 因为他不了解纹身在这个时候 他怕自己会后悔 会不喜欢这个图案 会深思熟虑好久 甚至反反复复 当你有了第一个纹身 你就了解了纹身真正的属性 疼痛和永远 你接下来的纹身就会很顺利 我做纹身有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我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也是我自清生涯的第一个阶段 我在京湖两地成立了我们的工作室 对我来说我人生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见自己 见众生 下一个就是见世界 希望去走出去看一看 也让全世界能看一看我 我生活白天是完全的正能量 但是午夜的12天以后 我生活将换成另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方式 每一周七天 我可能会选择喝六天酒 有一天是去健身 然后去把我的酒精 用汗的这种形式 完全全世界的代谢出去 我爱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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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在一个节目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另一个人的照片 我们开始聊 然后我们就跟着了 你做什么 你做了一种照片吗? 你做了一种照片吗? 你很焦虑 因为你必须控制机器 你必须做同样的照片 你怕你的客人会被疼 最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在自己腿上实验 我特别害怕给别人做不好 衣服脏了,丑了 可以换掉,可以买新的 但它换不掉 我宁愿让自己刺了很多不好的纹身 也不愿意给别人做一个不好的 做第一个纹身那会儿是15岁 做之前就是内心思想特别的复杂 就是做还是不做 回家清理这个纹身的时候 拿水龙头冲在自己腿上 就一种怪怪的感觉 我现在还能记着那种感觉 挺深的 就是身体想身上怎么突然就这图案了 就是白天这腿还是干净 到晚上腿搁的线打的雾 就有纹身了 我的纹身不多 也都是一些隐蔽的位置 就是不会暴露出来的 因为我妈不愿意要纹 我老说过什么 前些天我纹了一个能露出来的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了 我不行了 纹身想让我更酷更帅 还能让我自信 我在家会做纹身的梦 就有时候经常白天干完活 晚上回去还继续干这活呢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小动物 身上的小动物特别的多 比如像兔子 烤拉 还有我们家的那个猫 我十四岁那会儿挺淘气的 然后脑子也没想那么多 就觉得有纹身很厉害 找人做了一个 我一般做这些事的话 都跟父母商量 我们的年龄 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自己会发生着改变 即使有一天你老去 你的皮肤变得有皱纹 但是纹身它始终会跟随着你 它不会有变化 即使是你想回避一些你年轻时候 或者过去发生的一些事 但是纹身都会清晰的记录着 在做这个纹身时候的心态 你也不想像我再进去 那我接下来 你也不想像我 那我看你 去发生的尽力 那我看你 做的事情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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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我看你 有点 我看你 我看你